古法岗税草省帐不耗 自从夏季以来 一直有人反映水草烂根生长不好 很多人都认为是火山石抵杀的问题 认为是火山石肥力不足导致 对于火山石古法生态缸里面肥力和二氧化碳的来源 之前冬归先生都专门发视频说过 火山石不含有机制 但实际火山石古法岗并不缺肥 肥和二氧化碳都可以自己生产 自己自足没问题 水草生长不好 烂根 溶液这样的问题 就和尚来就问为何缸里的鱼死了 乌龟死了一样 基本都属于眉头门脑的问题 因为大家的环境条件都不一样 不了解这些情况没法回答 同样都是水草乱根溶液 刚栽种的水草和已经运行很久的钢 原因显然不同 每个人的钢光照温度也都不一样 结果自然也很难说 从冬归先生的钢来说 除了有水草夏季被热死 部分钢里的水草被扶平和睡帘遮阴而死外 绝大多数钢里的水草生长都没什么大问题 实际上这一阶段大家面临的水草乱根问题 冬归先生在夏季刚开始始发的 不建议夏季开钢视频中就已经说明 夏季温度比较高 本身水草就容易烂 冬归先生手头的钢都是春秋冬三季开的 没在夏季开过钢 因为自己明确知道夏季开钢很难成功 实际上对于大部分水草夏季和冬季都容易烂 20多度是开钢最好的时候 火山石底沙输松多孔本身是利于水草扎根的 也不容易烂根 但也架不住40度的高温 所以出现烂根和火山石底沙基本没关系 实际上你去搜那些水草你开出的水草钢 夏季不降温 水草烂根烂叶的比火山石底沙多得多 也就是说大家遇到水草烂根 首先是高温的问题 另一个方面它能折腾也是重要原因 古法钢本身是懒人钢 引入生态就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人的工作 很多人今天开钢 明天翻钢折腾个不停 实际上水草 鱼虾乌龟也包括人 生长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环境 折腾太多水环境一直没法稳定 水草自然生长不好 视频中这个钢就是之前的溪流钢 这个夏季除了加水一点也没有打理 现在水又快蒸发霉了 但水草生长很旺盛 对于水上液已经不缺二氧化碳了 肥力显然不足 但显然也没影响水草生长 如果水草生长不好 建议看看环境是不是太折腾 另外对于阳性水草 如果光照不足 水草也会长示弱容易烂根 而阴性水草正相反 光照太强易烂 但总体来说水草缺光更容易烂根 总而言之 遇到水草烂根 绝大多数都和火山石底沙无关 现在的水草不适应环境会烂根溶液 鱼缸太折腾 水草生长也不好 高温 低温 光照弱 这些也都是水草烂根的因素 遇到问题可以从上面这些方面逐一排查 东归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